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8号星期日 大家好 实际上是10月11号的晚上 就在11月17号台湾金马奖刚刚举办 在台湾金马奖上出现了一次非常经典的台独攻防战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明白 陈水扁能够选上总统 蔡英文能够选上总统 他们都是非常台独的 对吧 就是说明他们能够选上 就是说明在台湾支持台独的人还是多的 对吧 如果在台湾支持台独的人少 他们就不会当总统 对吧 所以不要每一次看见一些台独的这些说法都大惊小怪 对吧 然后你也不要认为有一些 就是现在中港台独有一些艺人也是反台独 支持统一的 你就觉得他们都是真的支持统一 他们不是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只不过就是精致的立即主义者 他们是为了自己挣钱 为了自己的名和为了自己的利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台湾金马奖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以一个纪录片叫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获得了最佳纪录片奖的导演叫傅鱼 在会讲感言上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首先人家说了我们的国家 已经就是说台湾是一个国家了 那么这个来讲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肯定就是台独的一个算是一个宣言 也代表了很多台湾年轻人的想法 对吧 你要明白美国他到了后期有几个州都是通过公投加入的 有好几个州都是公投加入的 像波多黎狗公投了想要加入美国还不要 也不能说不要 就是说你可以进来 但你不能算一周 对 不能算一周 你要加入我另外一个州还行 但是波多黎狗已经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他说你太小了 你不足以成为一个州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州的话 我要给你两个参议员的资格 你这么点小 这么点人 我给你两个参议员资格 这是我不能接受 从政治上不能接受 但是你如果想加入美国是可以 所以波多黎狗现在就是说 也得算是美国领土 但是又在合法性上又存在问题 所以你要明白 就是说当你治理的好 你真的繁荣富强的时候 知道吗 人家自然就会来朝拜你 就愿意加入你 当你不好 你臭狗屎的时候 人家就想躲在你远远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台湾 香港 现在想躲在你远远的 你不能怪人家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自己在粪坑里 你说来下来一块有勇 一块细耍一起玩水 是吧 你那金黄色的 是不是 人家捏着鼻子就跑掉了 对不对 你这不能怪别人 对吧 你要治理的好 你真的如果你现在比如别的 你现在中国真的治理的跟美国一样 台湾现在一公投搞不好 直接就加回来了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做不到 对吧 所以我再一次重申 我还是认为应该就是说要台湾要自治 不管台湾自治 上海北京香港澳门全都要自治 新疆西藏全部都要自治 搞联邦制 你搞了联邦制了 台湾进来不进来不得无所谓了吗 对不对 你如果你现在搞联邦制 台湾还是他们自己选自己台湾省的省长 对不对 然后还不用花这么多钱搞军费了 可以把那些钱拿去给大家分散 对不对 搞点什么保障什么的 何乐而不为 人当然想加入了 对不对 这还是你自己治理的问题 你自己治理不好 人家当然不愿意来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怪他 对吧 人家台湾年轻人就是这种想法的 那么我觉得我们看看自己这个粪坑 我们也能明白 是吧 当然了 这一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大陆的这些艺人 还有包括一些香港的一些艺人 都在纷纷转发 转发是共情团发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有些香港艺人还加上 还爱他了中国香港 你知道吗 等等的吧 就开始纷纷表态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决责问题 对吧 在这种时候你如果表态的不积极 因为我就说当年习近平刚刚接了胡锦涛的班 然后大家纷纷表态 表态的就是说 不是是胡锦涛刚刚拿下了薄熙来 然后各个军区分纷表态 就是说坚决荣护党中央站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身边 有两个军区没有说话 也没有说反对 但是也没有表态 也没有说支持 你要明白 有的时候不说话 就是一种态度 不表态就已经是表态了 明白了吧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这样 这些中国联谊人 你要迅速表态 因为你在这种时候 你不说话 你什么都不发 实际上你已经是一种态度了 你已经表态了 所以大家没办法 所以大家要 你们也要明白 要体谅他们 他们挣钱也不容易 然后我要跟台湾的这些艺人朋友们 这些演艺工作朋友们说一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互相体谅 因为他们在获养感言里面也说 我会把他的这段获养感言 还有他说的这段视频的 都在我视频的下方 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在获养感言里说 说他们是票房毒药 然后这些影院不愿意给他们上映 因为要上映其他影片能挣着钱 上他们机座片可能挣不着钱 你们也明白艺人都很不容易 对不对 你们也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 我希望你们能不能提亮提亮中国的艺人 中国的艺人大老远去你们那儿参加了剑马奖 容易吗 你这不想害死他们吗 最后害得巩俐都不敢上台颁奖 你知道吗 吓坏了 中国艺人们都吓坏了 都一定要说我们是中国的导演 中国的影片要强调要中国 然后纷纷转发 对吧 我就说我觉得这帮人心里不见得是不支持你态度 这帮人觉得是你不懂事 你知道吗 就这个人 你不是说你 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 别人家一说 看我老婆烧的菜好吃不好吃 人家说我真难吃 你老婆会不会做饭 你懂点人事吗 你有这么说话的吗 是不是 我跟你说你 对吧 你这是金马强你可以发表态度言论 你回家自己说些 或者你在你的 你在这种地方大家都来了 你说你弄完之后 大家很尴尬 是吧 很尴尬 你没有必要情商稍微高一点 我就说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说不支持你 对吧 我支持你 支持你 你能不能找一个适当的一个场合 但是对于他来讲 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最当的适当场合 他觉得我拍最后片 我这一辈子可能得这一次讲 这是我唯一一次 能够在这么重要场合说话 而且别人能愿意听我说话 对吧 所以我也理解你是吧 那么咱们就这样吧 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咱互相理解 我们也理解你 你想说我也不能拦着你 您就说吧 是不是 那么中国的艺人们 如果去表态 咱们也别去攻击人 因为现在有些人就攻击中国的艺人 不当然现在是分两头 支持的就还是说 看我们的艺人 太令人感动了 知道吗 太给力了 是不是 就是马上就反击排毒 还有一锅就开始骂中国的艺人们 都是共产党养的走狗 我觉得咱们这样行不行 我们也理解你们 你也不容易 对吧 你这辈子可能得这一次讲 您一定要说点自己的政治理念 OK 我可以接受 然后你们也别骂我们的艺人 你也体谅一下 他们烘火饭吃 也不容易 对吧 至于我们你们也体谅 我知道我这些时候可能又骂我 观众朋友们要体谅体谅我们 我们也不容易 对不对 我们还是这样 我在统独的问题上 我一直都说 我不支持统 我也不支持独 我支持的是自知 而且我这个自知 还是更扩大的自知 你知道吗 北京市长也应该选天津市长 我们天津早就应该自己选市长了 瞎弄 你看我们天津这几个市长 一个比一个烂 烂透了 知道吗 张立昌真能干 要把天津变成仙 你知道吗 我这积压多年的怒气 你知道吗 好吧 我觉得互相理解 理解最重要 是吧 大家都不容易 都出来换口饭吃 是吧 好吧 那两个军区怎么着 换了呗 就换了呗 没有表态 没有没有 而且不是 那时候 我忘了是哪个 是云南军区 是哪 还带着薄熙来一块搞军演的 你知道吗 作词吗 不是 不过当年的薄熙来觉得 我有部队在后面做支撑 我不怕你敢进京 薄熙来真不应该进京 知道吗 薄熙来那时候应该什么呀 就应该称病不出 就说我病了 我不舒服 我昨天咳嗽着凉了 知道吗 昨天出去六鸟忘盖被子了 随便找个借口呗 对不对 我就是 对不对 不是忘了披着被子出去六鸟了 不是六鸟不盖被子 忘了穿军大衣了 反正你喂吧 你就随便找个理由 你就说我病了 在重庆待着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不去 你有本事 那你到重庆来抓我来 对不对 不就完了 你去北京干啥 我坐死去了吗 他也是有点太 薄熙来太自信 太自大 也耽误了他 他是 薄熙来是个有能力的人 也是个有能力的一个人 但是也耽误了他 不过今天我们讲的不是薄熙来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